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十三节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整夜祷告神 原文是花费了整晚的时间的意思 原文的时态是现在分词 表明耶稣是整个晚上的 在不间断的祷告 圣经中只有这里提到整夜祷告 可见选招使徒的关键性 以及耶稣追求与父神的心意一致 我们是不是也在面临重大的抉择时 愿意学习耶稣 花费整晚的时间祷告呢 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的故事 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 耶稣随自己的意思 旋律使徒 不是造人的标准 而是经过一整夜的祷告 要明白天父的旨意 这看见耶稣何等看重 拣选门徒的事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 天国大业 需要有门徒传承下去 耶稣面对法利塞人的控告和威胁 他退去祷告 而你呢 你和我在面对难处和别人的批评论断时 会如何反应呢 我们是不是也退去祷告呢 耶稣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 他整夜的祷告 挑选十二个门徒 我们是否也在预备传承呢 我们在教会 在家中 有在带领门徒吗